大家好 升旗而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8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香港時間 星期日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香港的時事 我們今天一年將會有幾節 是更加多跟大家揭露香港的問題 昨天忽然之間 就是國際特赦組織 國際特赦組織 就是出了一個報導 要求香港政府 需要立即交代 立即交代 一個維吾爾的學生 維吾爾的學生 被發現 是前往香港 的國際機場 然後 被扣押 然後 失去了音訊 相關的報導也清楚指出 擔心相關 的維吾爾青年 被顯送中國大陸 這件事 香港 變成了戰狼外交部 立即出來 強烈回應 說國際特赦組織 是單方面 抹黑香港 現在香港 變成了一個 是出了名 拐帶 綁架 的地方 這個 開始成為了 香港 在國際上 出名 著名 的一件事 我們繼續詳細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雜訣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這個是人權組織 國際特赦組織 國際特赦組織 要求香港政府立即交代 到底失蹤了的維吾爾學生 到底是去了哪裡 因為根據 相關的人士 相關人士最後的通訊 最後的通訊 說他是去到香港的國際機場 然後是被 有關當局 不知道到底是中國大陸的警察公安 還是香港警察 是被 先被信民 然後被扣押 然後失去聯絡 站在國際人權特赦組織的角度 站在民間組織 並非國家的角度 維吾爾人 跟我們一樣 全部都是普通人 到底 要求一個人權組織 的報導 以及通訊 要求你去交代 到底你要求 國際人權組織 可以拿著什麼證據呢 除了 最後的通訊紀錄 之外 香港政府 越來越在國際上 不受信任 原因 是非常明顯 以及清楚 是因為他不斷在說謊 我們 就算 再退回一萬步 就算退回一萬步 我當你香港政府 真是 在事情上沒有紀錄 當然我絕對不會相信 我當你真是 沒有紀錄 但是你想一下就知道 為甚麼一個地方 在國際上的信譽越來越差 就是因為 你現在說共政府 有理沒有理 學人做了戰狼 先說對方 抹黑 向你潑污水 更加說整件事 叫做無中生有 這樣的一個地方 想做國際城市 你說是不是笑話來的 假如你想一下 那件事 是發生在其他國家 舉例 任何個地方你也說得出 台灣、台北 日本、東京 韓國首爾 任何 一個這樣的城市 如果被指控 有人 在你那裏失蹤 其實正常來說 官方 可以出來很快就跟你確認有沒有這件事 確認有沒有扣押 被扣押 相關 人士 又或者相關人士被扣押 到底犯了甚麼刑事罪行 到底按照甚麼法律 甚麼程序 正在被扣押 如果相關人士 真的不曾 在你的地方出現 其實 他也可以出來澄清 又或者可以提供主動協助 嘗試幫助你尋找相關 失蹤人士 我以上的說法 是任何一個正常的地方 都可以做出的正常回應 但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做出最惡劣的回應 香港港共政府的回應 說沒有 相關的出入境紀錄 說這個不實指控 特區政府怎麼回應 特區政府說政府紀錄 該名維吾爾人士並沒有入境或曾經拒絕入境香港 然後 強烈譴責國際特赦組織 發表毫無根據 無中生有 立心不良 企圖抹黑 特區政府的言論 還要求 國際特赦組織 就不實的言論要道歉 更加說相關的組織沒有查清楚真相 就肆意攻擊特區政府 詆毀香港人權狀況 更加說有歹毒之心 顯而易見 根本沒有人跟你說香港人權的問題 說 叫你交代 到底你抓走了維吾爾學生去了哪裡 香港政府 用了一切 最惡劣的回應 告訴你他現在是世界上的人權惡棍 一大堆 是親建制中文媒體 特別是香港 的藍媒 全部清一色 只是引述 香港政府的回應 說香港政府被人抹黑了 完全沒有人 去問香港政府 為什麼 到底根據甚麼紀錄 可以出來斷定 國際特赦組織 是指控毫無根據 一個這樣的 叫做戰狼地區政府 你想做國際城市 你想有其他人信任你 還想繼續繁榮穩定 有甚麼可能 你連最根本的對外交代 都是完全沒有 更加不要說 香港不是從來 都沒有試過發生 這些被失蹤 老人勒索 綁架的案件 香港政府 就是曾經多次 涉嫌 協助中國大陸 其實用協助也不正確 你直接 是徹底 同流合污 是有份 跟中國大陸 徹底策劃 要綁架這個香港人 12港人的案件 香港政府甚至乎派出飛行服務隊 的飛機 派出定役機 監視 這個 是逃亡的船隻 將這個逃亡船隻的位置和訊息 傳遞給內地公安 再由內地公安 將相關逃亡人士的船隻 拘捕 拉回中國大陸 所有的客觀證據顯示 香港政府絕對是曾經參與 相關的綁架行動 為了令到相關的人士 不能夠作聲 甚至乎 關鍵的人物 出來要指控黎智英 還要 有官方指派的律師出現 香港的種種這些惡行 已經到了 超然若揭 根本就無需要揭露 所以我們絕對 是不會相信 香港政府所說 說根本相關的維吾爾學生 根本沒有入境紀錄 而事實上 有沒有相關維吾爾學生的入境紀錄 根本不是最重要 因為假如相關的學生 真的正如訊息流傳 所說 從韓國起飛 當時就已經被公安 海外警察 是夾著 去到香港的話 再去到香港 根本不會 進行正確的入境程序 因為 被中國大陸押走 而港共政府是徹底配合的 你出來跟 全世界說 香港的入境處 沒有相關 維吾爾學生的入境紀錄 到底等於回答了甚麼 是等於甚麼都沒有回答 我們現在不是問你有沒有入境紀錄 是問你 相關的學生 到底去了哪裡 叫你去交代 不是叫你 去舉出證據 不是叫你拿入境紀錄出來 紀錄是你 這個 這樣的政府部門應該要做的事 紀錄是你做的 你跟別人說沒有紀錄 而你 就是涉嫌 綁架 令到相關學生 失蹤 有份協助 甚至乎是直接參與 的機構 你的答案很好笑 不是問你有沒有入境紀錄 是叫你交代 情況好像塔利班綁架了一班人 然後就跟你說他們沒有入境紀錄 現在不是在問你的紀錄 所以我覺得 很多人又是焦點 又是失焦 在討論到底 他有沒有上記 當然 也相信 韓國 應該會有相關維吾爾學生的出境紀錄 但是相關的學生 是出境去哪裡 對方未必有紀錄 港共政府現在 就是一個涉嫌綁架 涉嫌老人勒索 涉嫌 是跟中國大陸 串謀 是綁架維吾爾人 的一個恐怖組織 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 再跟這個港共政府 是沒有道理可以說的 事件再一次證明 香港絕對 是連轉機 都不能夠逃經的這個地方 到底相關的維吾爾學生 是因甚麼原因 成為了中國大陸 的眼中釘 你不知道 但是香港現在就是一個 幫中國大陸 做盡一切dirty job 的一個地方 的一個爪牙 所以大家 一定要注意 也要警告身邊的人 包括 維吾爾人 西藏人 甚至台灣人 如果沒有任何必要 根本絕對不應該前往香港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還有更加多其他的節奏 還要繼續探討 香港的淪亡 我們這一節暫時說到這裡